民宅發生氣爆 裡面的鞋子都被炸飛 屋內相當雜亂 氣爆力道之大 就連門也被炸到 傾倒在地 桃園這間民宅十七號晚間發生氣爆 一家九口造成四人受傷 他第一個是說沒有火 第二個是想到很多小孩子 趕快把小孩子救出來 黃新屋主十六號才搬家入住 沒想到隔天就發生氣爆 附近居民聽到爆炸聲響 馬上出來查看好在沒有引發火勢 不過現場飄著濃濃的 瓦斯味 黃新男子虛弱躺在病床上 妻子和小孩守在一旁 一家人最近才搬進桃園中立新華街 這間民宅 在家屬陪同下消防火吊科 和天然瓦斯人員 重回事發地點進行勘察 十七號晚間八點多 妻子在廚房準備煮東西 結果突然發生氣爆 五十歲的黃新男子在廁所內七個小孩 則是分別在客廳以及房間 氣爆造成黃新男子臉部燒燙傷 一度插管進行治療 後續恢復穩定 另外十二歲和十四歲的兒子也有受傷 緊急送醫 氣爆威力大到就連屋頂都被炸到垮了下來 黃新男子是一名板魔宮搬到新家第二天 卻發生氣爆意外 是瓦斯管線出問題還是有其他原因 都需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近新聞楊仲強李觀彥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CBS 電療盡美 盡好新聞